我们烦恼稀奇重的 迷得很深的 佛在经上所讲的 我们明白了 做了 我们能信 为什么能信 因为这个道理 我们听了之后 能肯定 这个是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 但是做不到 做不到 放不下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放下就能去如 就如今 刚才我讲的 走到门口 你要不把这三样东西放下 你就进不去了 你把身见放下 边见放下 沉见放下 你才能进得去 你这个无方向进不去 这一进去 就跟我说 就叫圣人 就不叫反复 在小臣呢 就是许多反 粗苦 在大臣呢 华阴行上讲 摄性为菩萨 你真的要粗性 你看第一个阶级 粗性 摄性好比是佛教的小学 小学一年级 他这个学校有十年级 从一到十 你才小学一年级 圣人 那跟凡夫差别在哪里呢 你只要进入这个学校一年级 你决定不躲三个道 虽然没出六道 保证了 不会躲三个道 你得学习 这个空间呢 天上人间 其次 肯定 脱离六道路 你得到保证 在三种不退力的时候 位不退 你的地位不会退卷了 佛家讲三种不退 在第一种 你得到 第二种是行不退 是菩萨 第三种是念不退 那是法身 法死 那是佛 菩萨还走不走 这三个层次的境界 慢慢向上提醒了 这是阿弥陀佛 建立极乐世界 帮助我们 这些没有能力断烦恼的 只要专念阿弥陀佛 你就能往生 这阿弥陀佛 你只管不要去分别 阿弥陀佛的意思很广 阿弥陀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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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凡文 不是不能凡 能凡 为了尊重不凡 就是无量 那佛呢 佛是诀 无量诀 无量诀 无量诀是什么 是自信 本具 出来了 真如本性 信出来 你明白这些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你对于严陀佛 往生就有把握了 你有信心 你不会再怀疑 哪有不成就的 所以向导大师讲了 这个法文 万修万人去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之所以念佛不能往生 是什么人呢 对于这个法文 有怀疑 第二个是 修学这个法文 是杂念太多 夹杂 你的心不纯 这就不能够相应 真实会从哪里 亲近心来点 你夹杂的时候 你的心就不亲近 不亲不亲近 不生智慧 他只生烦恼 烦恼就是妄念 那这妄念 前念灭了后念 就是 他永远不停 一个接一个 这烦恼吸气 这个东西很严重 那么在修学法文 也就是说 准这些烦恼杂念 恢复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叫破体 恢复真实智慧 就是智慧 念佛这个方法 了解了 八万四千种方法 念佛这个方法 最简单 最容易 最稳当 最直接 最直接 去选择这个方法 大智慧 那有很多老阿公 老阿婆 没有文化 不认识字的 你叫他 他就相信了 就恳念了 他真智慧 是真智慧 他自己还不晓得 真正的善根 负责于你 那为什么你讲给别人听 不相信 讲给高等知识分子听 他还不相信 为什么 他张得懂 烦恼张重 所知张重 这二账把他张住 张他的智慧 张他的善根 张他的音源 所以不能瞧不起 阿公阿婆 不可以瞧不起他们 他们为什么能接受 那前世有学习 这也是一致子 僧欢喜喜 过去僧中 阿赖耶里头 有佛法种子 有尽忠的善根 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尽忠的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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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尽忠的善根